欢迎收听大安纪实,我是吕鹏 谢天望啊,对自家的鱼塘还是很熟悉的 很轻松,就把江晓峰给拽到了岸边 林友天一看,江晓峰全身都湿透了 上了岸,还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当下就有些慌张,赶紧上前抓起江晓峰的衣领 江队,江队,你别吓我呀 给我点反应啊 你能不能别晃我 江晓峰不耐烦的打开林友天的手 却依旧躺在那儿,眉头紧锁,神色专注 他在回想刚刚他步入鱼塘时候的场景 以他的身体条件应该是超过李兰莲很多 可是到达鱼塘中央的时候也还是有些吃力 也因为如此,他也被淤泥拌了一下 由此可知,李兰莲深夜一个人穿着衣服鞋子走入鱼塘 在还没接近中央的时候,应该已经很吃力了 而他陷入淤泥之后,的确很难自己再挣脱出来 只是一个头脑清醒,并且对自家鱼塘很熟悉的一个人 为什么明知道再往前就要出事,还是继续往前呢 直至自己身陷淤泥,被水慢慢没过而死呢 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主动淹死的 所以,李兰莲一定是被动淹死 那他如果不想自杀,只能使他的大脑缺氧不清晰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江啸风猛然坐了起来 也没管自己身上还在流水,继续自言自语 行走在鱼塘之中,因为吃力导致大脑缺氧 从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但是,李兰莲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本能 和对自家鱼塘的熟知规避危险 可是他没有规避危险 说明他大脑基本上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那他当时在想什么呢 那到底是谁在控制他的大脑呢 说完这些 江啸风浑身一个机灵 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 谢天望赶紧说 警官,赶紧把这身衣服脱了 去我家暖和一下 要不然呢,你肯定得生病 江啸风摆了摆手 李兰莲能够准确地找到自家鱼塘 说明在进入鱼塘之前 至少证明他的思维还是比较清晰的 可是进入鱼塘之后 他瞬间变得茫然 这是因为大脑缺氧 造成思维混乱吗 不 不仅仅是思维混乱 他应该还产生了错觉 否则他不可能在自己熟知的鱼塘之中 深险于你活活把自己淹死 这种错觉的产生 除了他自身的大脑缺氧 剩下的就是外界的控制 可是外界如何控制呢 面对江啸风的思考 林友天不敢去打搅 他甚至拉住谢天王 让谢天王不要说话 因为林友天知道这是江啸风彻底进入角色了 果然 在江啸风的四位宫殿里 又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了 他终于站了起来 不顾浑身湿漉漉的一把抓住林友天 就要去王湖 这是一个疯狂的夜晚 但是林友天很兴奋 江啸风啊 就跟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似的 压根不管身体的寒冷 坐上车子 又来到临近的王湖村 他现场看了看王湖的情况之后 终于把自己湿漉漉的外套脱下 狠狠的扔在了地上 赵德水有没有告诉你 这三人的尸检中查出置换剂成分呢 林友天一边把自己外套脱下来 劈到江啸风身上 一边说 尸检报告里没有说明他们体内 有置换剂这种成分 如果有的话 肯定会写在上面的 果然 凶手是个极其聪明的家伙 如果在死亡当天 给受害者服用直换剂 那尸检当中 很容易就能找到 导致死者死亡的真正原因 凶手高明就高明在 他在死亡当天 可以不利用直换剂 就能让死者产生他想要的幻觉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江啸风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引导训练 再加上死者大脑缺氧 自己主动产生的幻觉 你看看王虎 不算小吧 而且周边河水靠得非常近 如果是不怕水的人 走在这里一圈当然没事 但是别忘了 磕天伦有怕水的情节 这就跟恐高症一个道理 在他畏惧的领域 他一直强迫自己去做的时候 会因为过度紧张 而消耗太多能量 同时大脑也会处于缺氧状态 恐高症患者 在强迫自己站在高处的时候 会产生眩晕感 并且开始呼吸急促和缺氧 而胃水症患者 也会有相似的体验 当然了 这种缺氧状态 一般是在人可控的范围之内 可是如果有外力干扰呢 比如死者被迫通宵 没有睡觉 那种疲惫感 会加剧大脑缺氧的速度 更容易引起思维的混乱和错觉 江队 这种案例以前就出现过呀 利用思维不清晰的人 通过让他不睡觉 导致意志力薄弱 从而在他耳边 不断重复某个指令 让他在浅度睡眠下 形成默认接受 这样 那个人在精神恍惚的时候 会真的去执行那个命令 是的 就是这样 刚才咱们去过窟窿山 看过那棵树 大晚上 王朝火一个人上山 再去爬树 并且在他畏惧的高度挡球签 那同样 也会有紧张和疲惫感 大脑缺氧的状态 很容易出现 同样 我刚刚演示过 步入谢天望鱼塘的过程 李兰连肯定走到一半 就很疲倦了 大脑缺氧绝对会产生 而柯天伦呢 也是因为喂水 产生缺氧状态 这三个人一开始啊 头脑还算清晰 所以知道自己要去哪 要干什么 但是随后 他们因为过度疲倦和紧张 导致缺氧 产生幻觉 就不受控了 天哪 江队 你太帅了 我们是不是找到 所有死者死亡的真正原因 和过程了 现在啊 还不敢下结论 还需要先确定几个问题 第一 就是我刚才让你去查的 王朝火对绳子是否有特别的情节 第二 我们要知道总共八个死者 他们在死亡之前到底在做什么 这些活动是否会导致他们大脑缺氧 从而产生幻觉 第三 我们设想他们因为被迫不睡觉 所以很容易被控制 是否在尸检报告之中 可以对这个推测有指导性的数据提供 第四 因为致幻剂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效果 而且微量致幻剂就能产生不小的影响 重点是啊 致幻剂在体内会逐渐稀释 时间一久就很难检测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指望的 就是最近死亡的王朝火 希望在他体内发现致幻剂的成分 我希望对王朝火的尸体进行深度解剖 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希望 也不要放弃 只要证明他的体内有止换剂 那我差不多就知道凶手是如何完成 这几乎完美的引导谋杀了 林又天是越听越兴奋 他现在只知道一个轮廓 还不能深刻理解江晓峰的思路 但是仅凭刚才江晓峰所说的要点 林又天就相信 他们离找出真正的凶手不远了 江队 等天一亮 我就马上在周边进行问询 同时我告诉赵队 让他和法医那边继续跟进 现在的重点是啊 你得马上回去休息了 我看你的样子 你万一生病了 可就不好了 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呢 我们就算真的推测出被害者死亡的过程 那里找出真凶 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这句话 给刚刚过于乐观的林又天 泼了冷水 的确 还有很多事情没弄清楚 比如凶手和这些被害者是什么关系 为何要选中这些人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 等等等等 江队啊 可饭总得一口一口的吃啊 赶紧上车 我带您去最近的洗浴中心洗个热水澡 晚上咱们就在那睡一觉 这事绝对不能由这江小枫的性子来 所以林又天呢 也霸道了一把 硬拉着江小枫上车 直奔洗浴中心 在里边舒舒服服洗了一个热水澡之后 俩人终于把身上的寒气去除了 躺在那 林又天把今天的信息又整理一遍 他更加钦佩江小枫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 江队 你到底是如何想到那些要点的呀 江小枫闭着眼睛说 经验还有大胆的想象力 你来到齐案组 就该知道齐案组 个个都应该成为好的小说作者 没有想象力 在齐案组混不下去 看来啊 我以后跟着您破案 闲暇时候呢 还得写写小说 培养自己的想象力 江队 有个问题 不知道该不该问您 那就别问 嗨 您不用这么直接吧 我就想知道 为什么你忽然想查这个案子了 我注意到您 自从有知欢剂这三个字出现之后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而且你分析案情的重点 也在知欢剂 这知欢剂到底对你 你能不能闭嘴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要随意揣测我的事情 江校风 马上严厉起来 扭过头去 不再理会对方了 吃了闭门羹的林又天哪是好生无趣 只能叹了口气 好在和江校风的相处 不算太恶劣 能带着自己查案 这比先前其他起案组组员 待遇好了太多了 所以林又天呢 暗中给自己鼓劲 至少这个案子 他一定要和江校风配合 漂漂亮亮的给他破了 在稍微修整之后 天一亮 林又天先把账给结了 又给江校风买了一套衣服 就自己呢 去村里调查情况 那边已经得到电话通知的赵德水 也马上和法医联系 希望进一步得到数据线索 他们现在所有的工作 都在支持江校风的推理 至于江校风本人呢 在睡醒之后 穿着新买的衣服 已经在去往A市财富大厦的路上 十二年前 微笑面具杀人案的第一个死者 陆秀斌 就是在这个楼上 坠落身亡 财富大厦 当年在A市 也算地标建筑 近些年呢 当然被淹没于更多的高楼之中了 然而 从十二年前开始 这里依旧是很多人奋斗的方向 陆秀斌也是其中之一 江校风到了大厦以后 就直接上了顶楼 天台入口啊 有一道铁门 并没有被锁上 进去以后呢 在大厦顶端转悠了一圈 十二年前 陆秀斌就是在这里结束了自己二十三岁的生命 关于这个人的资料 江校风也有过一些了解 基本情况呢 就是一个普通人家出来的普通人 为了想在A市立足拼命的工作 可是他的命运呢 却不怎么样 工作不顺利 更关键的是 跟他谈了三年恋爱的女友赵晴晴 也在当时跟他提出分手 这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 陆秀斌非常喜欢赵晴晴 基本上什么事情都顺着他 而赵晴晴呢 起初也对陆秀斌不错 可是随着他身边的诱惑增多 渐渐的两个人出现了问题 江校风听说过赵晴晴出轨 但是具体的情况却不得而知 走到天台边缘 江校风扶着围栏探出头去 这样的高度让他极为眩晕 想必有恐高症的陆秀斌 更是承受不住 江校风自言自语的说 如果按照我的想法 因为恐高症导致大脑缺氧 从而被人提前引导跳楼 那跳楼地点应该立于陆秀斌攀爬 又或者 江校风看了看围栏 随即用拳头用力的垂击了几下 这围栏的质量相当不错 并没有发出明显的晃动 索性抬起脚 江校风又踹了上去 一来二去 动静大了点 果然身后传来声响 嘿 干什么的 江校风一回头 就见两个保安冲了过来 其中一个人呢 更是准备一把抓来 但是这家伙 可是比不了赵德水的身手 所以轻松的被江校风躲了过去 别误会 我是在查案呢 江校风把警官证拿出来之后 用手指着围栏 我问你们 这围栏是不是经常加固啊 在看见警官证之后 这两个保安呢 才放松下来 另一个人马上说 警察同志 您也别吓唬我们呢 要是您在这出了事 我们大楼保安 可说不清楚啊 至于这个围栏 据我所知 自从十二年前的怪事 发生之后 就已经安装了 随后因为又有两起跳楼事件 所以也是经常的加高加固 生怕再有意外 另外两起事件呢 江校风啊也知道 这基本上就是普通的跳楼自杀 看来这大楼 因为陆秀斌的死亡 也着实紧张了不少 你们知道陆秀斌吗 啊 当然知道了 天台加高加固为栏 就因为那家伙的死啊 听说那事还挺邪乎的 还还有一个什么 微笑面具留下来啊 但那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呀 十二年前的事情 你们还知道 看来你们培训的时候 也是经常提及这事啊 那当然了 我们就怕还有人在这跳下去 出了事 我们也得麻烦呢 哎 我想知道 十二年前的那件事情 现在整栋大楼里 除了陆秀斌当初的 那个巨能商贸公司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 更加了解内情呢 那个保安听了 指了指旁边那个保安说 那你得问老靴了 他这事最清楚 老靴就是刚才准备 对江啸峰动手的人 警官啊 你也别见怪 十二年前呢 我就在这上班了 再加上近些年出的事情 所以刚才啊 也是着实紧张 行了 你不用解释了 刚才你也是怕我出事 我现在只想问你 十二年前 关于陆秀斌的事情 你还知道多少 警官不瞒您说 陆秀斌出事一开始 其实也没什么大的新闻 只是后来出了什么微笑面具 这事邪乎 才被人讨论多了起来 我当年呢 就在这上班 这些年呢 也陆陆续续的 听很多人讨论过这件事情 所以知道一些 这个陆秀斌呢 一心想赚大钱 好把自己的女朋友娶回家 只可惜他那性格啊 赚不了大钱 而他那女朋友 也不是省油的灯 你肯定他赚不了大钱 其实江晓峰这话 是明知故问 他分析过陆秀斌 当然明白是什么情况 而他还要继续问 就是想从更多人的口中 听见第三方评价 这也是为何他一开始 不直接去找 聚能商贸公司的人 问话的原因 因为在案件信息搜寻中 更多第三方客观的评价信息 更有利于全面的分析问题 而当事方呢 多少会带有一些主观因素 自然而然的 信息啊 也会受到影响 嗨 那个陆续斌呢 就是一个窝能费 窝能费还想赚大钱 这不痴人说梦吗 我就说两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情 陆秀斌当初 好不容易谈捅了一个大合同 结果被他同事插了一脚 成了同事的功劳 他也不敢争 只拿了一点好处 继续乖乖的在公司里边跑腿 这种人哪能发财啊 至于第二件事情 就是跟他女朋友有关了 这事更窝囊 他那女朋友 在他们家里跟别的男人偷情 陆秀斌撞见了好几回 结果竟然不敢吵 更不敢点破 好几次发现家里有动静 没辙就自己先走了 这他们还是男人吗 啊 还有这种事情 赵晴晴出轨 江孝峰知道 可是细节到了今天才清楚 他能听着自己女朋友 在自己家和别的男人偷情 产生一些特殊的情爱模式 比如本人对自己所爱女人身体的过分保护 却相反幻想别的男人 帮助自己去让自己的女人达到某种愉悦 自己呢 在一旁体验这种刺激 关于这一点 不少心理学家都研究过 弗洛伊德所说的窥探情欲 其实就是这种情况之一 根据老薛说的 陆秀斌生理上应该没问题 那他作为一个男人 对于自己女人的这种行为 能做到如此的忍耐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要么就是陆秀斌真是一个忍者大师 要么就是陆秀斌 找到了其他的情感转移点 把自己对于女友的情欲 投射到别处 那陆秀斌有没有其他女人呢 又或者 他会不会去找小姐呢 其他女人 尽管您别开玩笑了 就他那窝囊样子 在没分手之前敢去找 就算去找别人会跟他呀 至于找小姐 这事就更好笑了 我听好几个人说过 陆秀斌呢 的确想过找小姐 但他没那胆啊 这也就是说 陆秀斌在生理完全正常的情况之下 要忍耐女友极其过分的出轨方式 但又没有别的女人 给予他情感投射转移 同时他所需求的工作 也没给他过多的回馈 那他到底是怎么忍耐下来的呢 这家伙 难道真的是个乌龟 躲在龟壳就行了 江小峰愁眉不展 用拳头捶了捶自己的脑袋 不合理 任何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崩溃 但是陆秀斌甚至连最后分手都没和赵晴晴产生过多的冲突 太奇怪了 他当时一定有个事情可以让他找到缓冲点 而这个缓冲点要么是他感兴趣的事情 要么可以消耗他的精力 从而让他不会去向赵晴晴的问题 老薛听完了 跟江小峰说 警官你说到缓冲点 那你可知道 当初陆秀斌每天早上和中午 还有晚上下班之后 都会来天台大喊一些口号吗 这事算不算什么缓冲点 他喊激励口号的事 我知道 这案件卷宗里边写过 很多自我激励的书记中 都教导别人要大声的高喊自我鼓励的口号 陆秀斌肯定也是看过这些 所以当时用这种办法自我鼓励 同样这种自我鼓励的办法 因为地点选在天台 最后陆秀斌也是从天台掉下去 按照卷宗所说的 当时陆秀斌就是在自我激励 可是这种自我激励喊口号的方式 更多的是一种及时发泄 来得快去得也快 陆秀斌一回到家里 必然还是会重新回到自己的窝囊状态 而且他也没有所谓的精力消耗 所以这个喊口号不符合条件 老薛继续说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江小枫都是知道的 想了想江小枫问 刚才你跟我的那两件事情 第一件抢走陆秀斌大合同的那个人 现在还在这栋大楼里吗 在啊 那个佟安生啊 现在自己开了家公司 叫安生商贸 也在这栋大楼 而且这事儿 还是他自己说的 看他那样子啊 对陆秀斌的死一点不愧疚 还有些洋洋得意呢 那关于和赵晴晴 在家里偷情的那个男人 你知道多少啊 这种男女的事儿啊 自然传的就更多了 虽然属于隐私 可我呢也听说过一些 那个和赵晴晴偷情的男人 就是赵晴晴当初公司的同事 那个男人呢 其实条件也不怎么样 但是比陆秀斌呢 肯定是好了不少 如果我没记错 根据案件卷宗所言 赵晴晴当初是在华伦集团上班 什么华伦集团呢 就他那高中都没念完的 哪能进那种大集团公司啊 他上班的地方啊 是华伦集团的一个分公司办公室 他在里边呢 也就是打打杂 当然了 毕竟是大集团公司的 分公司办公室 所以赵晴晴 见的优秀男人也就多了 难免就开始幻想了 正好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哦哦哦对 同安国 那个叫同安国的人勾打他 于是一拍即合了 同安国 你刚才说 抢了陆秀斌合同的那个人 叫同安生 这个同安生和同安国 名字 很像啊 不会他们两个人 有什么关系吧 老薛毫不犹豫的说 同安生和同安国 好像的确是什么兄弟关系 当然了 这事啊 也不好直接问 所以呢 也就是差余饭后的谈资 江晓风紧皱的眉头 稍微的舒缓了一些 因为他似乎找到了一点眉目 同安生的公司在几楼啊 这个我可以带你去 说着老薛就和另外一个保安 带着江晓风离开了天台 在电梯上 老薛还告诉江晓风另外一件事情 同安生所开的安生商贸 就在他以前上班的聚能商贸公司的同一个楼层 据说同安生赚了一大笔之后 还把聚能商贸公司的一些大客户给拉走了 自己另立门头 这家伙就把公司开在以前老板的对门 的确有些拉仇恨 到了安生商贸门口 江晓风就看见公司门头格外显眼 这上面的字体颜色跳跃之外 也是非常大气 毫无疑问的 把同一楼层的聚能商贸公司 从门面上就给挤了下去 一进公司啊 里边的布置也是相当的讲究 总之同安生似乎在刻意显摆 自己公司不差钱 所以里面的摆设装饰都非常奢侈 甚至于那公司前台 也绝对是精挑细选的 那妹子颜值身材都是一流的 想必鲜水也绝对不会低 江晓风让老薛他们先走 自己就上前去了 那前台小姐稍微一抬头 脸上一副孤傲的样子 请问有事吗 江晓风扫了一眼这个前台的着装打扮 立马摆出一副市井惠惠的模样 把领口的扣子揭开 猛的拍着桌子 叫你们老板出来 你干什么呀 这个前台吓得往后一退 可是态度还很坚决 你想在这闹事 我们马上叫保安 你们老板同安生欠我的钱不还 怎么的呀 想赖账啊 同总会欠你的钱不还 那前台啊 嘴上强硬 可是态度明显还是软了不少 更关键的是 公司其他员工也往这边看过来 都想知道这欠钱的事情是真是假 江晓风掏出一根烟 点燃之后叼在嘴里 指着大家说 赶紧的 告诉我 同安生那王八蛋在哪呢 别他妈欠了钱 就跟孙子似的躲起来啊 这般吵闹 在安生商贸公司肯定是少见的 江晓风余光之中 看见前台小姐偷偷打了一个电话 说了一通之后 那个小姐的态度瞬间转变了 立马和颜悦色的上前 竟然撒娇的拉着江晓风说 这位大哥 你一定是和同总有什么误会 这会儿啊 同总在外面有些事情回不来 不如咱们先去会客室坐一坐 等同总回来 再慢慢说 你这样大吵大闹的 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你说是不是呀 不仅声音在发点 而且不停的抛着媚眼 更别说 这小姐拉扯的时候 还故意用自己的胸部 磨蹭江晓风的胳膊 摆明就是在美色勾引啊 这一点力量 江晓风见到 但是这会儿 他绝对得顺应一下 抽着烟 打量了一下 这小妞的身材 当下用手 重重的拍了一下 他的屁股 江晓风丝毫不顾忌的 搂着前台小姐的小细腰说 老子呀 就给美女你一个面子 在这儿等一会儿 不过你可得赶紧 把佟安生给我叫回来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 好说好说 走了 咱们先去会客厅喝喝茶 佟总一会儿就来 那个前台小姐呀 扭着小腰 故意的又摸了摸 江晓风的手背 随即呢 赶紧拉着江晓风 就进了会客室 一进去 就把会客室的门关上了 说了一声请坐 又赶紧给江晓风 泡了一杯茶 顺势一脸昧笑的 直接坐在江晓风身边 半个屁股就差落到江晓风大腿上了 撩了撩头发 这前台小姐呢 故意又把身体朝着这边 靠了靠 这个大哥 敢问您贵姓啊 江晓风也不含糊 把手直接拍在了 这小姐的大腿上 怎么着 佟安生的王八蛋 在外边还欠了其他人钱呢 大哥您误会了 佟总毕竟在外边应酬多 人员交往不少 我们这些做下属的 自然要替他问清楚 哼 做下属的 江晓风内心 吃笑了一下 这个女前台 如果单纯是个女下属 就没必要 刚才对江晓风 施展魅惑了 江晓风刚才之所以 在前台那么做 就是为了做一次试探 好判断自己 对佟安生的分析 是否正确 按照先前老薛说的 佟安生 对于抢了陆秀斌 合同的事情 不仅没有愧疚 反而还炫耀 由此可见 这个人呢 是一个非常标榜自我 并且喜欢出风头的人 再看他公司 选择在以前公司的 同一楼层 并且故作奢华 绝对表明 这个人喜欢浮夸 过度张扬自我 当然了 这种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过度的包装自己 而过度包装自我 那自然是有很多的 名不符实了 佟安生以前 还在给人打工 如今呢 如此的张扬浮夸 除非是他发了一笔横财 否则他公司的资金状态 应该处于负债模式 而这种人在外面 绝对也借了钱 所以江晓风 才故意吹嘘来要账 让这儿的人 好紧张一下 而这个公司的前台 长得很标致 可是态度很一般 甚至是很恶劣 如果没有后台支撑 他也不敢放肆 更重要的是 依照佟安生这种张扬自我的人 一个这样的大美人在身边 他不染指一二 怎么可能呢 所以这个公司前台 肯定和佟安生有一腿 就是基于这个分析 江晓风呢 才敢叫嚷 当然了 如果他叫嚷之后 前台并没有按照他预计的情况发展 那么江晓风也可以立刻拿出警官证 重新进入另外一种问话模式 这就是江晓风高明的地方 多年的警队生涯 早已经让他身经百战 可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了 如今他故意诈呼 把佟安生和这个前台的一些底细忽悠出来 这种模式下的问话 更有利于收集信息 摸着这前台小姐的丝袜眉腿 江晓风说 你说的也对 帮老板问清楚情况 也是你们的职责啊 只是老子得让佟安生自己过来见我 要不然那家伙 一听我名字不来了 我岂不是白在这等了 哎呀 哪能的 一听就知道 这位大哥和我们佟总是老朋友了 那他的为人 您还不清楚吗 废话 就因为太清楚了 所以老子才怕他不来 得得得 你也少帮佟安生说话啊 我今天就在这等他回来 哪儿也不去 不过我一个人呢 留在这也无聊 你留下来 陪我说说话 那是自然的 大哥您喝茶 我就在这儿陪着大哥 那妹子把茶杯端起来 递到江晓风嘴巴里 竟然主动的喂了起来 嘿 一看就是佟安生调教过的 这女人和佟安生看来都不简单啊 江晓风喝了两口 看样子 看样子佟安生这老王八蛋 这几年生意做的挺大啊 以前还在给人打工 那什么聚能商贸公司 就跟你们公司同一个楼层 佟安生还抢了他们公司的客户 这么拉仇恨 他也不怕出门被人揍啊 瞧您说的 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自然是互相竞争了 再者 那个聚能商贸公司 当初对我们佟总也不怎么样 如今被挤兑 也是他们自找的 对他不怎么样 不会吧 我可听说 当初聚能商贸 对佟安生很重视啊 这大楼以前不是 还是有意什么人自杀了吗 不就因为佟安生 抢了那家伙的好处吗 聚能商贸偏袒佟佟安生 让那家伙气不过吗 你说的是陆秀斌吧 这大楼里啊 如今还有人经常提到呢 嗨 这事能怪我们佟总吗 陆秀斌拿什么 跟我们佟总争啊 他谈的那个合同 属于华伦集团下属公司的 可是他折腾了半天 也没关键进展 要不是我们佟总 找到兄弟疏通关系 再自己走动一下 那合同怎么拿得下来呢 所以啊 我们佟总功劳最大 这事就是理所当然了 至于聚能商贸 偏袒佟总这事吗 更是胡扯了 我们佟总和陆秀斌 谁都知道公司该支持谁啊 倒是聚能商贸 后来自己不厚道 在我们佟总拿下几个大合同之后 故意压榨我们佟总 这才让佟总决定另立门户的 行了 你也别敬给佟安生说好听的 能在聚能对面 立马另立门户 佟安生想必早有这想法了 你刚才说佟安生找了他们兄弟 这么说 他和华伦集团的人很熟啊 佟总 有个堂弟叫佟安国 当时在华伦集团采购部 后来华伦集团好多大合同 也都是佟总 通过他的堂弟搞定的 这么说 这堂兄弟 关系不错啊 互惠互利 俩人都赚了不少啊 他们两个嘛 关系确实不错 毕竟从小一起长大 互相的支根支底 互相支根支底 这六个字 一下子击中了江小枫 这是非常关键的六个字 江小枫 就是希望从侧面 了解佟安生和佟安国的关系 如今证明这两人是堂兄弟 更关键的是 这两人绝对密切 那佟安国和赵晴晴之间的事情 佟安生绝对有可能知道 这就更加可怕了 佟安生抢了陆秀斌的合同 佟安国玩了陆秀斌的女人 再结合佟安生做事的方式 这对堂兄弟可能还在一块 互相吹捧过这事 这绝对是不把陆秀斌当人看了 佟安生如此张扬 极有可能当着陆秀斌的面 透露过自己堂弟的行为 那陆秀斌还能跟没事人似的 还去天台自我激励 不可能陆秀斌是个凡人 他这都能忍吗 难不成 是同安生或者同安国 能控制陆秀斌吗 江晓峰啊 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故意毛手毛脚的 分散前台小姐的注意力 啊 你对你们老总以前和现在的事情这么熟悉 看来你跟他的关系不简单呢 我也就是跟在佟总后面做做事情 他比较信任我 所以跟我说了不少事情而已 啊 信任你 看来同安生带着你进出过不少场合啊 江晓峰要的就是这句话 我来问你啊 同安生这人在外边花钱应该很大方吧 那个 这前台小姐啊 低着头 又是撩了撩头发 眼睛朝着下方看了看 都是做生意的 自然不能太吝啬了 是不 这动作是典型的 掩饰关系的行为 江晓峰更加肯定 这个女人对同安生情况一定知晓 那他在外边有什么特别的消遣吗 比如 黄赌毒 他占哪一个呀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我们同总可不占这些 少跟我装算 他这人在外边 如果装三好少年 我直接从这楼上跳下去 怎么着呀 不跟哥说实话 看不起哥是吧 这我哪敢呢 同总既然能问你借钱 肯定是把你当兄弟啊 这女人哪 从头到尾 不知道江晓峰的底细 而刚才电话里 同安生也是叮嘱过 真正借钱给自己 还这么横的人 必然不能得罪 所以这个女人只好说 男人在外边做生意 总得接触点花花世界吧 不过我们同总绝对不沾毒的 沾了毒的人 哪能认认真真做生意啊 他不沾毒 那有没有其他的嗜好啊 江晓峰嘴角一动 用手指勾了勾 等那个女人凑上来之后 在他耳边小声的说 我这儿啊 可是有点好东西 同安生 应该会喜欢 大哥 我真不骗你 我们同总 真的不沾毒 我他们什么时候说是毒了 听说过致幻剂吗 致幻剂 女人歪着脑袋 眨了眨眼睛 使劲的摇摇头 不知道 跟我装傻呢是吧 你们同总会不知道致幻剂 大哥 我真不知道致幻剂是什么 至于我们同总知不知道 那我就不清楚了 江晓峰虽然不是职业行为分析师 但是多年的刑侦工作 让他对人物话语的判断 还是比较准确 这个女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啊 应该没有撒谎 难道同安生 真的和致幻剂无关吗 又或者 这个女人还没和同安生 弄得过于密切吗 至少现在可以认定 同安生和同安国这对堂兄弟 应该是一个突破口 江晓峰啊 故意看了看表 嘴里骂骂咧咧了几句 妈的 等这么久还不来啊 同安生是不是不回来了啊 不等他了 老子下回再来 女人巴不得江晓峰赶紧走 一听这话 赶紧做出抱歉的姿态 一路陪笑的 把人送出门口 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到公司之后 又赶紧给同安生打了电话 描述了一下江晓峰的模样 两个人在电话里啊 都是一愣一愣的 同安生一直在嘟囔着 这他妈到底是谁呀 江晓峰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 让同安生完全没有头绪 好给自己执行下一步计划 出了大楼之后啊 江晓峰呢 立刻给林友天打了电话 一接通 就问昨天交代的事情 办的怎么样了 江队 我正准备给您电话呢 您等我说的几点问题啊 我和赵队都在抓紧办 目前已经得到的情况是 第一 王朝火小时候 的确非常喜欢玩荡秋千 应该呢 像您说的 他对绳子有特殊情节 第二 一共八个死者 他们死亡之前在做什么 是否存在畏惧领域 这一点呢 也有最新的信息汇总过来 等一会儿呢 我马上发到你手机上 还有你说的深度尸检 赵队也在让人去处理 目前一切线索都表明 将对您的推测 极有可能就是正确的 这事啊 很可能和置换剂 还有引导自杀有关 行了 先别急着高兴啊 在所有证据出现之前 任何推测 都可能被推翻 那边的事情呢 就交给赵德水了 你现在帮我去做两件事情 第一 马上帮我查到 陆秀斌他以前的女朋友 赵晴晴 现在在哪 第二 你以警方的身份 去一趟安生贸易公司 找到佟安生 直接质问他 和堂弟逼死陆秀斌的事情经过 江队 他们逼死陆秀斌 你是说 佟安生是凶手 江校风啊 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通 小子 你就照我说的去问 并且态度一定要强硬 同安生这个人呢 浮夸 名不负实 所以呢 他其实很多事情 是没底气的 以警方的身份 强硬的询问他 再加上 他不知道他前台 对我提前透露的那些讯息 所以他不知道 我们警方 对他掌握了多少 自然会老老实实的 交代更多问题 高啊 江队 真是高 这叫叙叙实实 真真假假 让佟安生 不敢跟我们警方 耍滑头 不管佟安生 是不是最后的凶手 他一定知道 陆秀斌的一些情况 所以从他 或者他堂弟的嘴中 我们应该能发现一些线索 一共八个死者 必须要一个个 揭秘他们的死亡原因 通过找寻彼此的联系 从而揭示那个真正的操控者 从一筹莫展 到出现一抹亮光 江小枫 终于找回当初 那个超级警察的风采 在得知了赵晴晴的地点之后 他又马不停蹄的 前往那 在A市大建设的背景之下 赵晴晴所居住的一处破旧民房 显得格格不入 江小枫啊 进入巷子 就听见里边传来各种嘈杂的声响 几个小孩在巷子里乱窜 差点撞到江小枫的怀里 旁边几个拉拉塌塌的中年人 在各自忙碌着 完全不理会旁边发生的事情 按照林又天提供的地点 江小枫找到门牌号 敲了敲门 里面先是传来孩子的哭喊声 随后一个女人 喊了一句 来了 当门被打开的时候 一个一脸憔悴 但是衣着显得非常干净的中年女人 站在那 这身衣服啊 看起来穿了很多年 样式有些老 而且现在还有些小了 请问您找谁啊 你是赵晴晴吗 是啊 赵晴晴也才三十出头 但是和其他三十多的女人相比啊 绝对苍老了不少 江小枫拿出警官证 我是省厅起案组组长 有些问题要问你 你是警察 赵晴晴有些紧张 用手搓着衣脚 甚至不敢抬头直视 你要问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好久没见到我老公了 她的事情 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既然能查到赵晴晴的住址 那林友天肯定是已经把赵晴晴的基本情况同样摸清楚了 这个赵晴晴啊 一心想找个有钱人依靠 结果呢 却没想到找了好赌的本地人 她老公起先还有些家底 可经不住折腾啊 这些年 不仅把房子都输光了 还在外边欠了一屁股债 整天躲躲藏藏的把赵晴晴扔在出租屋里 赵晴晴刚生了二胎 带着两个孩子 只好自己在家里啊 开了一个夜宵点谋生 一家子全靠她一个人忙活着 怎么可能不嫌老呢 和当初陆秀斌把她捧在手心里不一样 如今的赵晴晴挺可怜的 她老公啊 更是不讲理 每次回来除了拿钱 就是发泄一通 还把赵晴晴以前那点事说了出去 让赵晴晴更没法在外面做人了 一个曾经当着自己男朋友的面出轨 还带着两个小孩的女人 再想找人接盘 这难度啊 的确有点大了 你老公欠了赌债的事 我不想过问 今天来这 是想问你有关另一个男人的事情 另外的男人 你到底说的是谁啊 赵晴晴心头一紧 身体都开始发颤了 鲁秀斌 这三个字一出 赵晴晴更加紧张 可以明显的看见她的身体 朝后退了一步 一种本能的逃避动作 显现出来 我不知道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你不想在这说 我可以让我同事开着警车 请你去警局慢慢说 因为你前男友 陆秀斌的案子 和这个月发生的 另外三起死亡案件有关 所以这是大案 我们警方有权问询任何当事人 如果真被警察直接带走 那赵晴晴在这 就会更加受人冷视 江晓峰的威胁产生了效果 赵晴晴只好一脸哭求说 警官 我跟陆秀斌十二年前就分手了 如今我只想好好地过日子 我 我真的不想掺和其他事情啊 我求求你了 别把我弄得很为难 行不行啊 有些事情只要你做了 你不想掺和都不行 你放心吧 只要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也不会让人知道 有警察来找过你 赵晴晴 身体变得更加坚硬了 眼眶都红了 那 你问吧 如果是我知道的 我一定告诉你 很好 谢谢你的配合 第一个问题 当初你和同安国的事情 同安生是不是知道 并且参与其中 那同安生跟你有没有一些 特别的关系呢 这个问题啊 极为隐私 让赵晴晴慌忙地看了看四周 生怕别人听见 只好让出了一个道 警官 你进来 咱们慢慢说吧 这里人多扣杂 我不想让人议论 跟着赵晴晴进入屋子里 那狭长过道 另一头摆放着的 就是赵晴晴坐宵夜的手推车 而在屋子里呢 稍大的孩子 正在拿着东西自娱自乐 刚出生的二胎啊 则是哭哭啼啼 一点没有安静的迹象 赵晴晴跑过去 花了好长时间 才把两个孩子安抚好了 又是倒了一杯水 一脸歉意地说 真对不起 我一个人在家手忙脚乱的 不用对不起 该道歉的是你丈夫 江晓风看着赵晴晴的双目 那眼神中透出沧桑和苦涩 或许这一刻呀 他再次想起陆秀斌的好了 只是时间早已经回不去了 哀叹了一声 赵晴晴低下头 擦拭了一下眼角 是我对不起阿斌 我做了太多的错事了 我和同安国 背着阿斌在出租屋里偷情 后来更加肆无忌惮 明知道阿斌就在门外 也没停下 都是我不好 除此之外 我和同安生也有瓜葛 同安生就是个畜生 他抢了阿斌的合同不算 还想继续羞辱阿斌 所以他也想让我陪他睡觉 只是我当时和同安国在一起 所以没有答应 却没想到 后来我才知道 我的事情还是同安国告诉同安生的 这两个人都是畜生 同安国呀 本来就想玩玩你 而且他们堂兄弟关系一向很好 这俩人根本就没把你和陆秀斌放在眼里 是我当时糊涂 以为同安国会在工作中帮助我 又被他的话给骗了 才做了这么多的错事 如果不是我 或许阿斌也不会跳楼自杀了 陆秀斌绝对不是自杀的 他应该是被人引导杀害的 你还记得那个微笑面具吗 当然记得 我现在想起来还甚得慌 那天我在出租屋里睡午觉 根本没听到任何动静 结果一醒过来 正对脸的就是那个微笑面具 我还以为是阿斌跟我恶作剧 打电话质问他 他接了电话之后 只说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等他回来跟他算账 结果那天晚上 他没回家 等到第二天 阿斌就出事了 他一晚上没回来 你都没问他去哪了 其实那时候 我和阿斌已经说过分手了 只是阿斌说 暂时没有住的地方 才两个人继续住在一起 说实话 那时候我巴不得阿斌不回家 所以就没问他为什么 那在陆秀斌出事之前 他还有过没回家的记录吗 阿斌以前只要下了班 就暗时回来 后来我和同安国的事情发生之后 阿斌应该是故意躲着我们 每天到了很晚才回家 而在我和他提出分手以后 他回家就更晚了 只是 他从来没有不回家的记录 除了出事的前一天 按照江孝峰的设想 剥夺睡眠 是完成引导自杀的关键环节之一 陆秀斌以前多晚都会回家睡觉 但是恰恰那一天晚上没回来 就极有可能 整晚是被人操控剥夺睡眠的 你仔细想一下 在他明显回来晚的那段时间 他整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吗 我那时候也不想跟他多说话 在没分手之前 也就是各睡各的 甚至于一天可以不交流 在确定分手以后 他更是睡在客厅 就算他回来 我也是关着卧室门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你口口声声的 说对不起陆秀斌 那你就应该帮助我们 找到真正的凶手 你的每一个回忆细节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希望你能再仔细地想一下 陆秀斌那段时间 是不是有些行为和平时不一样 听完江小枫的话 赵晴晴不敢怠慢 努力回想十二年前的画面 或许是因为对陆秀斌的愧疚 他的脑海之中 的确浮现了很多陆秀斌当初的种种 在思索了十来分钟之后 赵晴晴说 警官 我倒想起来一点 我以前经常说阿滨东西随便放置 很没有规律 但是那段时间 每次我去卫生间的时候 他的换洗衣服都放得非常好 而且洗漱用品 也没有像原来那样随意放置 好像每天都固定的在一个位置上 这个行为算不算重要啊 非常重要 江小枫双眼都亮了起来 整个人呢 崩的笔直 你赶紧继续回忆一下 除了卫生间里的东西 他是不是还把其他东西放置的很有规律 应该差不多吧 对 这么一提 我倒是全想起来了 虽然我和他那段时间交流不多 可是每次出来 看见客厅里的东西 也摆放得非常整齐 基本上每个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上 甚至我有时候 把东西拿到别的地方 等他回来了 好像也恢复原味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参考 江小枫不禁捏紧了拳头 那除了这些呢 你再仔细想想他的其他行为 警官 我能想起来的都已经说了 我真的对不起阿斌 当时对他的关注实在太少了 行吧 如果你以后能想到陆秀斌的其他事情 马上通知我 江小枫把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 同安国当初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有没有提起陆秀斌的什么事情 而同安生当初找你的时候 说没说陆秀斌的事呢 同安国看不起阿斌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一直说阿斌是个废物 让我安心跟他在一块 别管阿斌怎么看 甚至有时候 明知道阿斌就在外面 他还故意把动静闹得很大 至于同安生 他更加看不起阿斌 他亲口跟我说 阿斌看见他 就跟耗子见着猫一样 都不敢抬眼看自己 还有一点 同安生说过 其实老板早就想吵掉阿斌了 但是同安生在老板那说了好话 才让阿斌留下来的 他呀 就是想留下一个笑柄 和好欺负的对象 好让他变态的娱乐心理 找到捉弄点 是的 同安生亲口承认的 他说留下阿斌 就是把他当笑话看的 而阿斌也不敢得罪同安生 因为如果没有同安生 帮他在老板那说话 他就得被炒鱿鱼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江啸风的眉头 再次紧皱起来 这条线得好好梳理一下了 很多事情越来越清楚 但是有些事情则越来越模糊 从赵晴晴家出来之后 江啸风和林又天 约定了见面的地点 两个人呢 找了一间大排档 一见面 林又天乐呵呵的说 江队 你太扭了 我用警方的身份 让同安生必须出来见我 被我直接逼问之后啊 那家伙真的像您说的 完全没有底气 又被我一忽悠 彻底牵着鼻子走 嘿嘿 看来啊 我以后也得多用用这一手 这一手啊 得看对什么人用 对那种谨慎稳妥的人来说 这招没用 说说看 在同安生那儿 都问到什么了 同安生啊 就差哭天喊地的 否认自己和陆秀斌的死 有关系了 而且还总说 自己对陆秀斌不错 在公司为他说了不少好话 这家伙啰啰嗦嗦 说了一大通 我只好用你说的办法威胁他 这才从他嘴里 套出了一条 极为重要的信息 一看林又天那小眼神 江小枫气不打一处来 少他们卖关子 赶紧说 同安生这种人呢 就得吓 一下话 什么话都说了 他看我认定陆秀斌的死 和他有关 这才赶紧解释 他不仅不会害死陆秀斌 反而呢 还担心陆秀斌那段时间 要害他 因为差不多 在陆秀斌出事的前三天 他那一反常态 面对同安生的奚落 用一种诡异的口吻 说了一句 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用同安生自己的话来说 当时他自己都听愣了 因为陆秀斌以前从来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从这句话之后 同安生也担心了一阵子 所以那几天呢 还真没过分的挑衅陆秀斌 甚至于看见陆秀斌 他也都稍微的避让了一下 这件事情啊 在之前的调查之中都没说明过 这的确非常重要 表明那时候陆秀斌已经在发生变化了 说着 江校风一把把林友天的笔记本拿过来 翻到空白页之后 先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随后在问号的下面画了八个箭头 其中第一个箭头下面写的就是陆秀斌的名字 在陆秀斌的名字下面 又陆续写上了同安生 同安国 还有赵晴晴的名字 又写着一些符号 综合各种信息下来 咱们可以肯定 以前的陆秀斌呢 不仅是个窝囊匪 而且是个基本不敢反抗的人 但是面对崩溃的局面 最终还是没有对同安生暴怒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所以和同安生 尽量维持着缓和的状态 直到他接受了一种特别的培训 这种培训 让他不仅产生了生活规律性 还同时有了对付同安生的办法 是啊 要是没有对付同安生的办法 依照陆秀斌这种人 他是不敢随意说出 同安生好日子到头的话的 陆秀斌忽然有的自信 应该不是来自于 他每天做的自我激励 而是背后那个引导的人给他的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设想 或许对付同安生的办法 也是这个人提供的 这个人 还同样让陆秀斌 养成了某些生活习惯 奇案吉凶 本集内容就为您播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